美國成功試射新型電磁炮 炮彈時速可以達到7000公里 試射在美國福吉尼亞州的達爾格倫對地作戰中心成功進行 標誌著美國海軍 然發射程更遠的新型武器邁進一步 試射的電磁炮遮助的不是化學推進劑 而是電 以強大的電流產生磁場 加速金屬導體滑行發射炮彈 研究人員測試時 為電磁炮配備全套感應器和高速攝影機 以量度數據 美國海軍期望最終發展出的系統 炮彈初速可以達到每小時7000公里 並且攻擊最遠達到180公里以外的目標 當局說當新型電磁炮全面研發好 將會加強海上的攻擊力量 除了攻擊敵方艦隻 亦有助攔截來襲的敵方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 海軍並且可以為陸上的軍事行動 提供準確長情火力支援 無線電視記者李嘉應報導